买玩具咯,买玩具咯 听说,面包餐的超市来了一批新的奥特曼盒丸 赶紧让我去看一下 哇哦,好多新盒丸啊 可是,店员在哪呢? 这时候,一只店员怪兽出现了 它长得好萌啊 迪迦跟它说,我要两盒 店员怪兽拿了两盒最新的奥特曼盒丸给迪迦 一盒是五千块钱 正好,迪迦奥特曼拿了一万块钱 赶紧回家拆盒丸咯 店员怪兽好开心啊 它说,这下有钱可以开party了 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诶,店员在哪里呢? 赛罗也来买玩具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只蓝色的怪兽店员 它问赛罗,又买多少呢? 赛罗说,我带了一万块钱 给我两盒吧 它把钱给了蓝色的怪兽 好的,您稍等一下 蓝色的怪兽店员 把盒丸给了赛罗 赛罗说,下次有新的玩具 记得通知我 怪兽店员 看到一万块钱,好开心啊 又可以去买好吃的咯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迪迦奥特曼买到的盒丸 是什么呢? 这是超动奥特曼的盒丸系列 这里面的奥特曼都是可以摆动的 而且,这一次的新玩具 有最新的罗素和布鲁奥特曼 盒子的背面是玩具的简单介绍 这里面可以组装很多大楼 还有奥特曼的人偶 而且还可以组装出 纠集赛罗和纠集艾克斯呢 赶紧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第一只出现的可动人偶 是一只怪兽 然后第二位 是奥特曼的可动人偶 诶,这里还有一条尾巴 这条尾巴是谁的呢? 让我们来把这条尾巴组装一下 好像是这一只怪兽的 这只怪兽有很多锋利的獠牙 而且好像还可以看到它的石头呢 那它最上场的攻击 是从手上刨出石块呢 接下来,这个奥特曼 你们知道它是罗伯奥特曼的 哪一个形态吗? 让我们来摆一个变身的姿势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奥特曼发现城市里面出现了怪兽 可恶的怪兽 我要把你打败 可是,强壮的怪兽把奥特曼击倒了 还破坏了防止 奥特曼拿出了他的双刀武器 太棒了 怪兽被打败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包盒玩是什么呢? 第一个抽出来的是一个宇宙机器人 第二个抽到的是一位蓝色的奥特曼战士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机器人对手 他的胸前有两个发光的盾牌 而且他的手好奇怪 只有三个手指 头上还有三条天线呢 哇哦,蓝色的奥特曼战士 用一把武器把怪兽击倒了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武器吗? 接下来,来看一下赛罗奥特曼买到的惊喜盒丸 第一个抽到的是胸口有X的奥特曼战士 接下来抽到的是手长得像钳子一样的怪兽 这一次的奥特曼战士 这一次的奥特曼战士 他的彩势计时器是个X 而且他的耳朵好像带着耳机呢 这是他的必杀技姿势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他的对手是手里长得像钳子一样的怪兽 哇哦,刚才的奥特曼身上穿上了铠甲 而且手上有一把非常强的利剑呢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形态吗? 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包盒丸 第一个抽到的好像是一位奥特曼战士 第二位抽到的是一位蓝色的奥特曼战士 是赛罗奥特曼 这个和赛罗奥特曼长得很像的是谁呢? 他的眼睛是红色的 哇哦,赛罗奥特曼穿上了究极铠甲 打败了怪兽 那你们知道,他的支撑铠甲是谁给的吗? 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奥特曼新盒玩 如果喜欢,记得给我们点赞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